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歡迎你來到這個《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這次開始一個新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認識和發掘恩賜 恩賜是神所賜給我們的財幹能力,是幫助我們去侍奉的 就能夠幫助我們發揮生命,所以我們應該珍惜神給我們的恩賜 然後去發揮也有正確的態度 那麼我們首先呢,第一個部份就是講到經文,講到關於恩賜的經文 那麼就開始第一個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四節 我們可以跟著,我已經傳了在Zoom群組已經傳了出來的 第四節開始,恩賜源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識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接著第八節,者人蒙聖靈像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像他知識的言語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像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像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好,那我們首先看臨前十二章四節開始 就講到恩賜有分別,恩賜源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有的恩賜是不同的 神比我們的才幹能力是每個人不同 正如保羅呢,都在講不得前書十二章 是形容到好像身體的各個部份 每一個部份都有不同的能力的 如果全部都是做同樣的東西呢 那根本我們很多的功能都不能夠運作 所以每個人因此有不同 因此不同其實不是代表我們需要競爭的 而是說呢,比如好像眼就負責看東西 口就負責說話 那眼如果是妒忌,他說口你能夠說話 我整天都不能說話 那他如果出於妒忌的時候呢 他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用那樣 但是如果他看到,他的功用就是看東西 是非常有用的,非常重要的 那他就不會小看自己了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部份 我們有不同的部份,我們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我們珍惜神給我們的恩賜 那就是說雖然有恩賜不同,聖靈確是一位 是同一個聖靈賜給我們的 然後即時,即時我就在原文聖經 大家可以上網找Greek Interlinear Bible Greek就是G-R-E-E-K,就是希臘文 Interlinear,I-N-T-E-R L-I-N-E-A-R 就是由希臘文,然後加上英文 或者加上其他的語言 去解釋讓人知道那個經文的內容 那當我們用Greek Interlinear Bible的時候呢 就能夠幫助我們明白原文的意思了 而即時這個字在1、2、4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叫做Strong 他就將所有的希臘文和希伯萊文 舊約就是希伯萊文,新約就是希臘文 編了號碼,用四個數字,編了號碼 那如果大家找新約的那些,你寫了一個號碼 1、2、4、8,然後寫Greek,G-R-E-E-K 就是,就會出現那個字的解釋,和在聖經哪裡出現 那,和在聖經,在英文,聖經怎麼翻譯 不過這個是英文的,所以是 懂得英文的大英姊妹就可以用這個工具 是非常之好的,在網上可以有的 那中文都有的,中文都要買書 在網上是,應該是沒有的 那我可以再看一下,看看有沒有 有本書就是有希臘文,然後就有中文下面的解釋 那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用的工具 而即使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在餐桌上時候 就是說,譬如說有人預備一些食物給服侍各人 就是服侍他們,服侍他們 將那些餐拿出來給他們大家吃 這個就是這個字的原文的意思 但是呢,它也有一個廣義在聖經裡面使用 就是講到侍奉神,服侍人 就是這個即時的意思 就是說呢 就是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即時 譬如有些是牧師傳道 有些是傳呼音的 有些是教師 有些是先知 神給我們不同的即時 有很多是神去使用去建立教會的 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即時 我們不需要說 啊,我給別人弱 因為呢,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即時 我們忠心做我們可以做的 神就已經喜悅的 就是我們忠心做我們所做的 那當我們真是全心全意去做 我們應該做的 也都在過程中時時榮耀神 總是有一個心態榮耀神 無論我們即時是什麼 神都喜悅,神都會賞賜的 就不是一定要做牧師 才是得到神的賞賜的 每個人都可以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呼召做傳道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傳道人 那什麼人是知道自己是有這個呼召去做傳道呢 就是如果他的心裡面 時時有這個聖靈的感動 他很想去傳道給更多人去認識 那他一直持續有這個感動呢 很大可能他是有這個呼召 因為如果神沒有呼召這個人去做傳道的 他自己強行做的時候 未必是適合的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傳道的 傳道是需要有很多神預備的質素 其實傳道是一定有他的困難的 因為幫助人的時候 有很多人是會抗拒 以及遇見很多人際的問題 是需要智慧內心、愛心 以及有神的誓的明白真理、明白聖經、懂得教導 這些各方面的恩賜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完美才可以做傳道的 就是有些人以為我恩賜不夠強 我就不可以做了 其實是可以建立的 就是每一個牧師傳道的能力都不同 所以這個經文講到即時也有分別 主卻是一位 我們個個有不同的職事 但是主是一位同一位的主 他安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職事 我們只要忠心做我們可以做的 神就會月落我們的 那我們也是可以去問自己 就是留意一下自己 我們心裏面有沒有什麼感動 我們很想去做神吩咐的事 如果有的時候 就可能神呼召我們去做這些事 有些人是很明顯有神的呼召的 譬如有時候 有些人呢 他曾經在某一年 他就說神啊 我願意成為一個傳道 或者成為一個宣教士 但是他後來想想想 哎呀我好害怕啊 雖然當時可能自己祈禱或者聚會中 他真的有這個感動 但是呢 後來呢 又害怕啊 那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不敢進入神的 吩咐的職事 那麼我們 就是 祥主幫助我們 相信呢 神掌管一切 如果神持續給我們這個感動 那有時候有些人在聚會中說 我要做傳道 他未必是親是神呼召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在一個大家都一起在那裡說 啊我們應該興起更多傳道的人 那於是呢 那些人聽到之後呢 就覺得心裡很被激動 那就很興奮 也都可能是一種衝動的 就說 好了我願意做傳道 但是其實 他是不是神呼召的 那麼他過後發覺他真的 真的沒有這種質素 他真的不是想做的 那麼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覺得內疚的 那麼我們就是 收錯信息 收錯信息 那麼我們就承認 啊我 收錯了 啊 那麼不是神呼召 但是不代表我在天國裡面不重要 我是可以在我可以做得的地方發揮生命的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啊 去審查神給我們的恩賜 尋求神帶領我們 還有我們的職事是什麼 我們的神叫我們的事奉為什麼 那我們去尋求 那而經歷聖靈充滿的人呢 是可以更加擴闊這個職事的 是能夠做更多 他本來不能夠做的 譬如說 耶穌講到信的人 哪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經歷聖靈的人呢 他們發覺呢 他們有這個信心 相信神會使用他們 那麼他們呢 就為人按手祈禱很多得意志 其實呢 信就可以了 就算他不是聖靈充滿他信就可以了 不過因為很多人呢 他在傳統的教會呢 是沒有教導這件事 所以他從來沒有聽過 也沒有經歷過 按手祈禱都可以有這個能力的 於是他就不會去尋求這件事 就是聖經雖然說了 沒有留意 其實我自己 之前看聖經看過很多次 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完全沒有留意到的 那麼這個也都因為在教會裡面沒有說 變成看了這個經文 沒有留心去看那些字眼 那麼我也想回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留意到這個經文呢 那麼其實很多人都會是 沒有留意到聖經有應許一些事情 於是呢他們的生命就不能夠發揮出來 而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看到聖靈可以賜能力給人的 聖靈可以賜些恩賜 我們可以有行神即其事的能力 那麼去運作的時候有信心呢 他是會發現 是更加容易有為人按手祈禱 病得醫治或者是靈命更新的這個能力的 因為這個是耶穌答應給所有信的人 但是有些人的恩賜是強一點的 就是有些人的醫病的恩賜是強一點的 那麼我們又不需要勉強自己 就是說這個報道家這麼強勁 我都想像他這樣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強迫自己 去到這個位子的 我們去到什麼位子就去到什麼位子 那麼我們越親近神呢 也都能夠更加發揮 神給我們的權並和恩賜的 那麼所以這個 即是我們的恩賜 是會隨著我們經歷聖靈 還有我們從聖經去找的時候 看到聖經講到 譬如趕鬼 奉耶穌的名趕鬼都是神給我們的權力來的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信的人都可以奉耶穌的名趕鬼的 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是從來都不知道 和不相信他們可以有趕鬼的權力 和能力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發揮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發揮的 OK 然後呢就是 雖然服侍不同 每個人服侍做的事情不同 但是呢 主確是一位 是同一位主的 那功用 也有分別 就是我們的功用 我們的功能 就是我們能夠發揮的功能也有分別 但是神 確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 那運行那個呢 希臘文呢 就是1754 在這裡 我發出那裡 都有寫出這些數字出來 1754呢 就是造工 運行的意思 就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譬如 肥樂比書2章13節 那裡講到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神會在我們裡面運行 賜給我們有不同的恩賜 以及即時 以及功用 聖靈顯在個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的 是叫我們得益處 是我們本人得益處 也叫別人得益處 當我們有這些恩賜的時候 目的是要來幫助人 去服侍人 侍奉神 當我們侍奉神 祝福人的時候 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因為神就會紀念了 當我們服侍神的時候 耶穌說到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負必尊重祂 神就會尊重祂 所以我們 找到什麼位置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去做 去投入去做的時候 神就會尊重我們 神就會看重我們 所以我們發揮恩賜 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好 那我今次呢 就是講到這裡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然後我們下次再繼續 再詳細解釋下去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想 我想問回上一句 就是 怎樣分 什麼叫做 智慧的語言 和智識的言語 智慧的言語和智識的言語 OK 這些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去到 就是我們下面會解釋的 這個原因是 我們去到那個時候會解釋的 那我遲些再問 OK 好 到時候有解釋 還有呢 我今天傳了的筆記 是已經有了 在這裡的 你可以先看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OK 那我們呢 最重要呢 就是說 我們知道神會切恩賜 我們發掘神的恩賜 去發掘 或者發揮 就是怎樣去訓練 接受訓練 讓我們的恩賜更加強烈 那麼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讓任何東西難阻 神給我們的恩賜 那麼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有這個 心就是神啊 我想你使用我的生命 使用我的恩賜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感謝主耶穌 我們一起 站起來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體重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是君尊的祭司 屬神的子民 要叫我們宣揚那 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有這個呼召 去宣揚神的美德 求主幫助我們 珍惜神給我們一切的機會 和給我們的恩賜能力才幹 都是神你賜給我們的 我們就珍惜這些恩賜 或者神給我們的職事 我們在教會 或者其他的群體 我們能夠有的 那些侍奉的崗位 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求主叫我們珍惜這些一切 叫我們發揮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幫我們相信你 相信你是掌權的 你是滿有能力的 一切的能力 全都是你的手中 你凡事能夠幫助我們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重贊 歸美天父 神你凡事都能 求主幫助我們 專心愛你 專心仰望你 全心親近你 全心遵從你 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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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我心, 恨求四年释放我, 恨求四年用花我心, 恨求四年改变我, 恨求四年释放我, 恨求四年释放我, 恨求四年用花我心, 恨求四年改变我,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 求祈求祈求祈祈祝福联敏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毋生愛神, 全心愛神, 跟從你, 遵從你,走你的路, 神你必定喜悅的, 神你必定歡喜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心去做你所吩咐的事 我们就寻求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留意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恩赐 有些什么倾向想为神而做的 这个很可能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的显示 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倾向想做某些的事奉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动力 求主帮助我们去发掘这些恩赐 去使用这些恩赐 并且去受训练 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 多谢天父靠着耶稣 我们亲近耶稣将身的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里面是包括神会赐给我们的恩赐 包括我们怎样发挥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注目在你的旨意 不是注目在我们得到什么 注目在我们怎样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就必然得福的 跟从耶稣必然得福 我们遵从你就必然得福 我们遵从你凡事遵从你 包括发挥恩赐 就好像人将这个房子建造在盆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雨打都不会落下来 就会站得很稳的 我们的生命就会站得很稳的 求主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加力给我们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的大恩 感谢天父的大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